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又到了咱们聊天的时候了 我觉得上期咱们聊了聊酒 这集咱们就聊了菜 喝酒肯定得吃菜 中国人还讲究 喝酒必须就点什么菜 而且还有韭菜还有饭菜 韭菜就是喝酒的时候就的菜 你老听电视剧电影里边 来来来 这兄弟来了或者大哥来了 哥俩喝点 叫媳妇来给他们做俩韭菜 喝完酒了来再给他们炒俩饭菜 这是喝酒的 那是旧饭的还不一样 话说回来也确实得这么区分 你想喝酒的人我知道 不喝酒的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体会 您说喝酒旧的那菜 它只要嘴里有点嚼头 有点味道 你不能吃多了 老嚼着吧还吃不多 又能压嘴里那个酒的那个腊味 这叫韭菜 你不能说来点炖牛肉烙大饼 弄几两酒还没喝两口 你吃三块肉饱了 这就不叫韭菜了 饭菜呢就能下饭的那个菜 你说你真来盘花生米就完米饭 那是也是咽不下去 所以真得分个韭菜 分个饭菜 中国人吃饭的讲究喝酒也讲究 但是你说什么是韭菜呢 其实现在有人也乱 什么都能下酒 你说来个溜肉片 来个木须肉 这叫饭菜 但是下酒可以不可以 也可以只要你喜欢吃什么 你就吃什么 对吧 就少吃两口不就完了吗 吃饭的时候再吃这菜 这不就完了吗 但是说真正讲究的韭菜 老北京可不少 你就在那个小酒铺里头 你老能看见什么典型的 喝酒的人 炸个花生米 以前有爱吃的开花豆 这个天井叫老虎豆 煮个花生 毛豆 再讲究点昏的猪头肉 萝卜皮肉皮冻 臭豆腐 甘炸小黄云 应有尽有 怎么都成 吃不行了 这个找个白菜 切开了里边的白菜心 拿出来 搁点盐 搁点醋 搁点香油 也是很爽口 又有味道 搁的嘴里嘎吱嘎吱的 下酒也很好 所以韭菜我给总结 一般就是有嚼头的 有味道的 喝两口酒 吃口菜 还吃不多 一会还能吃饭 这么着下酒最好 所以叫做韭菜 我就记得我师傅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 有意思 我们像是老前辈 于士德 于先生 这一生爱喝酒 嗜酒如命 天天喝 顿顿喝 到家一去 铺底 马的全是成瓶的酒 朋友送的 哎 他自己还不喝这个 自己到那个酒厂去打那散酒喝去 这个于先生呢 是黑龙江省曲团的 酒占东北 所以呢 这天冷 喝点酒呢 可能也是为了身上热一热 爱喝到什么程度呢 就就 侯与文先生曾经说过 在于士德先生去世的时候 侯与文先生告诉我 我于叔这一去世 哈尔滨酒厂大概得将半期 就这么爱喝酒 那时候侯先生石先生到 这个于士德先生家里去 这一去就就 就来来来来坐这陪我喝点 盆腿往小炕桌前面一坐 倒上酒 菜呢 就是他自制的那小菜 怎么做呢 梨丝 把梨切成丝 上面马上筋高条 拿那个山楂罐头啊 连他带那山楂 倒在一块一半 甜丝丝 凉丝丝 这个哈尔滨屋里的东北 它热呀 吃着那个 它感觉舒服 我也有一道自制的小菜 我这菜呢 一般人还吃不着 我用马场啊 马场里养马养羊养牛 我自己种的牧絮 哎 您别看这牧絮啊 给牲口吃的 特别好吃 人吃也特别好 那是肠纤维 而且是植物蛋白含量特别高 每次到牧絮长起来的时候啊 我掐尖 掐那个牧絮草那个尖 嫩啊 掐尖拿开水一焯 搁点盐 搁点蒜 倒点香油 放点味精 拿得来点麻酱 这么一拌 哎 下酒特别好 但是呢 这玩意就只能是春天夏天 一到秋天的牧絮长老了 冬天一黄也就没得吃了 但是 我直到现在喝酒 我都从那个 马场只要有 我就摘下来这么吃 这是我的一个小发明 当然了北京还算物质比较丰富 东西的花样比较多 所以他吃这吃那个的能够列出来好几十种 这韭菜 冬天有冬天的 夏天有夏天的 那别的地方有的就不行啊 你比如说内蒙 那好家伙 你甭说你找萝卜找白菜 找花生找毛豆 那就是肉 没别的 那人那地方喝酒也厉害啊 他就什么 他就只能救肉 甭管酒是饭 酒也是肉啊 饭也是肉 主食也是肉 富食也是肉 没别的 那怎么办呢 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到内蒙去 好那次给我惊着了 那个酒喝的 我记得我到那去 第二天是当地的纳达木大会 纳达木大会在当地内蒙的地区 那可是非常非常隆重啊 那都是水草丰美 牛羊疯产 就那时候人才举办纳达木大会 庆祝一下 纳达木大会呢也热闹啊 开大会唱歌 跳舞 赛马 雕阳和好些项目 为了这个庆祝第二天纳达木大会 筹备之前呢 这个政府就在那个草原上搭了一个简易的台 我们头天到那看那台了 我说第二天这就是纳达木大会 我说台周围他拿那个帆布啊 四角钉着钉子呀 就都钉在地里头 帆布中间呢 一根纳膏 就一根木头杆子 就把它除起来 然后就这么一个一个呢 跟那好几个 我说这是什么呀 在场地周边啊 立着这个 介绍着就说这个呀 就是第二天明天纳达木大会的这个饭馆 我就没明白 我说饭馆 就这么一帆布支起来就饭馆了 那你不懂 明天咱们来的时候你看 第二天早早就到了 就看这牧民啊 背着一口锅 拉着一群羊 这羊身上呢 背着柴红 到了自己的摊前头 把这羊啊 往这一放 头羊只要一拴好了 其他羊不跑 就跟这站 找几块石头把锅架起来 里边放上水 把柴又填好了 把这水煮开了 这时候呢 这帆布支起来 那棚子呀 里边就坐着人了 底下铺着一块毯子 这人就都席地而坐 坐毯子上 这老板就说 您要几斤呢 哎 我要三斤 哎 您要几斤呢 我要二斤 哎 您二位要几斤呢 要七斤 哎 你们看可没多说啊 人家那地方吃羊肉 让我看就叫糟进去吃 还要叫连骨头带肉 俩人能吃个六七斤 这大概齐凑够了说这几个人 哎 凑够了三四十斤 那差不多是一只羊的分量出去了 到群里边 调一只羊 差不多分量的 这时候水也开了 就把这羊肉就都搁进去了 大概也就是一克中到二十分钟 你要说咱们这炖个羊肉 炖两小时也未见得烂 人家就是一克中到二十分钟 里边还带着血筋呢 生不生熟不熟的就那样 就出锅了 哼 这三斤那五斤 这六斤那八斤就都分了 再有来的呢 再说再算 大概从沙羊到吃饭也就半个多小时 哼 做的地就吃这个下酒 酒可不是咱喝那一杯一杯的 那是一碗一碗的 据他们说拿肉下酒 这个能在胃里边形成一个油的保护膜 它能多喝 后来实际人家也给我介绍了 说这不是肉的功能 是当地那奶茶 奶茶喝下去 真正的奶呀 能在胃壁上形成一个黏膜 它能第一保护胃 第二能多喝酒 这么个意思 你说人家当地人家也有道理 人拿这下酒也挺好 反正最起码我吃的习惯 包括到那什么 就这手把肉啊 奶茶呀 就是奶制品 就那些东西 我吃的非常好 能多喝几两 你说这是草原 北京和草原就蛮不一样了 您就到了天津 海边了 海边呢 就跟北京吃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鲜货呀 海货呀 是吧 扎马口 就是海边上海河里头的 一般淡水和咸水混在一块的才出这鱼呢 那鱼长的不大 上来以后肉也非常鲜 跟咱小鸡鱼差不多大 拿盐一盐 炸着吃下酒 这好 到了张北 张北吃兔头啊 那地方矿跃荒郊的 这是平原跟草原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这么块地方 霸上嘛 所谓的 就那时候产兔子 满山边也都是兔子 这一锅没有兔肉 全是兔脑袋 到那去吃饭 给我吓一跳 到小铺里说 咱凑我吃点饭吧 那次去张北 哎呦 说说可以啊 就这小铺 我看着挺好的 咱就进去吧 一人要点酒 说你这有什么韭菜啊 锅里蹲着呢 旁边一炉子 炉子上放一大锅 锅里蹲着呢 就什么呀 你自己看看吧 你挑吧 好家伙 我这一掀锅盖 热气腾腾 等这个蒸汽过去以后 我往锅里一看 一锅兔脑袋 马的整整齐齐 都是脸冲上 一个个 刺着小牙看着我 哎呦 吓一跳 我这什么玩意儿啊 他们说这是兔头 当地的特色 哎 那就是也符合我刚才说这个 有嚼头 有味道 肉油不多 是吧 拿它一喝酒 酱的黑红黑红的 好极了 所以说各地下酒菜 各有不同 到南方茴香豆啊 孔一几 不是经常的茴香豆吗 其实这茴香豆啊 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残豆 就跟开花豆差不多 只不过做法不一样 原料是一样的 那来碗黄酒 来碗茴香豆 阴天下雨 整天是开不开天 坐在酒馆里头 这黄酒又暖胃 吃着茴香豆 对身体好趋寒 所以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的下酒菜 都根据气候 根据地域变化 但是你到哪去吃这个 也好吃 配合着当地的气候 配合着当地的人文文化 各个方面 你怎么觉得在当地吃这怎么好 你拿回北京来 还就满 不是那么回事 我到全国很多地方去 到那吃这好买回来 到家吃不行 到那吃那好买回来 拿家吃不行 所以说还就得在当地吃当地的特色美食 中国人地大物博嘛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但是外国人就不一样了 你们经常见着在外国 外国人也有喝酒的呀 波兰地呀 威士忌呀 啤酒 但是外国人我觉得不讲究 吃饭喝酒 外国人喝酒好像不就菜 咱在北京酒吧里 您很远见 这老看的老外 甭管一人是俩人 坐在那要扎啤酒 蹲在桌上干拉 用聊天下酒 拿一扎啤酒 一坐一下午 我也有点接受不了 这怎么也得 你在酒吧里看着 咱们中国人有的 那即便是酒吧里不卖什么菜 他怎么也得一人来点薯条 来点锅巴 拿他下下酒 这哪能就什么都不吃 所以说我觉得在吃喝方面 外国人好像没有那么讲究 有好些人也说我 您别这么说这西餐 您这戴着一种眼光 有色眼镜上看的 西餐也讲究这是哪 东西人都是量化的 这个东西割几克 那个东西几盎司 我说你爱几盎司几盎司吧 反正你们谁爱吃谁吃 我还是吃我的开花豆 吃我的那个猪头肉挺好 所以说外国的咱们吃不惯 但是中国餐我还真成 不单成 我还有点研究 到现在做菜 我也有自己的几道拿手菜 有朝一日 咱们要是真能见面 坐在一桌上了 我给您耍水手艺 一葫芦也一桌菜 照样让您吃的 特别高兴 还有一种韭菜我自己做的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老北京人 有的人就喜欢吃这个 也会做这个 不过我觉得我做的 可能有我自己的有点特色 您这是肉皮冻吗 喝酒的时候就是它也挺好 这可能也都是穷人的吃事 以前吃肉吃不起 就买点肉皮 把那肉皮里边的胶质 给它熬出来 成了冻 然后砸点蒜 弄点醋 蘸着这肉皮冻吃 我做这个是老北京做法 它不叫肉皮冻 它叫豆酱 这就比肉皮冻麻烦了 要不你就割猪头 我反正每年春节 我都自己做一回 买猪头 整个把它劈开了 剔好了 把里边的骨都弄出去 把里边的肉皮留下来 要不够 里边再割俩肘子 割俩猪蹄 反正这些带皮的东西 都给它熬进去 肉少皮多 熬进去都熬化了 它割上葱姜 割上大料 里边得搁什么呢 得搁青豆 黄豆 水鸽的 青萝卜 胡萝卜 香肝 把这些东西切成丁 搁到里头一块煮 把这些东西煮熟了 再形成洞 把上面的油撇出去 这里边拿刀 拉着一块一块的 拉到案板上切成片 蘸醋 蒜 这么吃 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下酒菜 甭管怎么说吧 到现在我也认为是吃喝方面 中国人真实讲究 那当然了 咱们自古就有一句话叫做民以实为天 吃饭是最大一件事 现在我们也有讲究 我们老说出去混口饭吃去 对吧 那你要吃不上这饭 或者吃不好这饭 那咱就别混了 所以啊 咱们吃上还是得讲究的 咱们吃饭是最后的 咱们吃吃喝